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眾偏偏外交美男子 驚爆雙面人細節 外交部內部醜聞專長 毛寧這表現前所未有 眾此地無銀發視訊 火箭軍員副司令家人蹊蹺舍靈堂 中國啤酒節 酒甲肉也甲 德國美女 吃完隔天就拉肚子 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8日星期五 亞洲時間星期六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報導和分析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偏偏外交美男子 驚爆雙面人細節 中共25日重新任命王毅回任外長 曾認中共國台辦主任的王毅對臺灣媒體人和官員來說相當熟人 從臺媒記者披露的細節看 王毅的兩面人嘴臉手到勤來 德國之聲報導 都為臺灣的兩岸組記者回憶 王毅在國台辦主任任內 每次大型活動採訪完 都會跟臺灣媒體化加長 與許多中共官員給人的死板冷酷客討完全不同 一位女記者說 王毅是我見過最細心 且很會做好表情管理的中共官員 只要現場有比她大的官 就會像秘書一樣專心聽講 寫筆記 且點頭如搗蒜 但如果她是主人 就會有主人的威夷和細緻的安排 她是很認真扮演自己的角色 另一位臺媒前兩岸組女記者表示 即便在兩岸關係很好的時候 王毅在國台辦時期就很戰狼 我認為戰狼不是這幾年才出來的名詞 《臺灣自由時報》曾在2008年7月20日報導 許世凱說王毅在擔任中共駐日大使期間 極力杯葛台日關係 包括阻撓日本對臺灣實施免簽證 但由於臺日關係非常好 王毅拿臺灣沒有辦法 最後使出扯臺灣後腿的戰術向日方耍爛 只要臺灣有什麼 中共也要有什麼 但軌跡都被一一破解 最後王毅就被調回大陸 王毅擔任國台辦主任期間自述天天看綠營的《自由時報》 曾在2009年至2012年 擔任臺灣陸委會前主委賴信源辦公室主任的施威權認為 王毅對臺灣社會的理解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無論是在2013年習近平上臺前及上臺後 或是在擔任不同的職務時 立場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至於王毅到底戰狼與否 他認為 這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去表達中共當局的訴求 而非立場上的改變 習近平重視的是底線思維 也就是說在底線之上 很多事情可以採取彈性空間 態度也儘量務實 但底線是不能讓步的 他舉例 馬英九政府時期 一些臺灣外交官員發現 2013年習近平上臺後 王毅首次出任中共外交部部長後 對於海外喬社的態度更為緊縮 即便是喬社自辦的小型活動 中共駐外官員也絕不跟臺灣官員同臺 一位資深男記者指出 中共外長代表中共的門面 所以長相其實還是相當重要 若按此標準 所以未來新的中共外長人選 應該也會考慮此一因素 外交部內部醜聞專場 毛寧這表現前所未有 中共外交部本週3 7月26號的例行記者會 成為了外交部內部醜聞專場 作者長評在《德國之聲》轉文說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被問了20個和他的前任老闆秦剛相關的問題 建議大家查閱 我們有更多的訊息 成為了他的萬金有標準答案 當路透社記者試圖問一些繞開標準答案的問題 反問毛寧覺得清楚在哪裡 隨後再問 中共希望外界從秦剛事件了解什麼 學到什麼 毛寧果然沒有準備標準答案 一時雨色 稍微停頓之後才說 這 這是中共國政府可以決定的嗎 並反問記者 我能問問你嗎 你了解到什麼 學到了什麼 毛寧這個反問相當無厘頭 應該是在既沒有標準答案 也沒有自由發揮空間的情況下的胡亂應對 這是外交部發言人表現最好的一次記者會 是因為毛寧在窮與應對的同時 沒有表現出戰狼風格 比如居高臨下的教訓記者不要惡意炒作 干預中共國內政等 相反 毛寧語要溫和 態度懇切 謊言說的誰都不會誤解為真話 那麼王毅的回鍋是否會強化外交部的戰狼作風 外交政策上也更加親俄 這種傳言誇大了中共外交部及其部長的作用 秦剛在白俄羅斯博物館裡半夜為習近平數台階 鬧出的笑話 很好地說明了中共外交部的工作性質 在大多數時候 他們一本正經地幹著無聊無用的事務性工作 包括外交部部長在內 他們只是高層政策的執行者 他們的個人偏好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微乎其微 到了週四 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的表現就有所不同了 被問及中共外交部是否支持透明治理的概念 外交部在秦剛被免職一事上有沒有實現透明治理的概念時 他回應說 中方有關任免消息都已經及時發布了 我們一貫反對對這個事情進行惡意的炒作 顯然它有了一些底氣 讓發言人的工作回到常軌 因此也有了一些狼味 具體地說 戰狼外交其實是西方國家的綏靖政策給中共讓出了舞臺 中共外交部長是戰狼還是紳士 更多的取決於國際表演舞臺的改變 中共此地無言發視訊 火箭軍員副司令家人蹊蹺舍林堂 昨天27日 澎湃網發文說 澎湃新聞記者從吳國華中將親友處獲悉 火箭軍員副司令員吳國華中將因病醫治無效 於2023年7月4日在北京逝世 終年66歲 但是目前澎湃網已找不到此消息 網上還流傳著一份吳國華同志智桑辦公室7月25日發出的副告 姚誠分析 一個66歲的中將 大軍區一級的軍官 有專門的高級醫保 不可能一點仙照沒有就突然沒了 網上有很多爆料 說他是自己輕生的 但目前無法核實 第二 時間很蹊蹺 與火箭軍出問題在同一時間點 在司令李玉超6月底被帶走調查後 吳國華7月初突然沒了 第三 網傳的副告旁邊還有一張應該是家人社的靈堂照片 看起來非常簡陋 只有兩個花圈 這完全不符合常規 它屬於中共大軍區一級軍官 怎麼業地組織上給它辦吧 第四 姚誠質疑 為什麼中共現在把消息放出來 強調它不治而亡 實際是中共故意放出來安撫軍心 這叫此地無銀三百兩 它越掩蓋的東西 越掩蓋不住 中國啤酒節 酒假肉也假 德女 吃完隔天就拉肚子 一位居住在中國的德國女子海文娜 21日在山東省青島市參加啤酒節 她透過影片表示 青島啤酒節現場宣稱販賣的是德國原裝啤酒 於是她花費了180元人民幣 買了兩升 但喝起來味道有點酸 而且喝了一聲之後 竟然連一點微醺的感覺都沒有 與她過去喝的德國啤酒完全不同 她質疑現場啤酒可能不是真的德國啤酒 海文娜表示 自己還在現場買了8串羊肉串 每串要價15元人民幣 但吃起來根本不是羊肉 我說不上這是什麼肉 可能是雞肉或者鴨肉 更慘的是 隔天上午她就開始拉肚子 她說 雖然啤酒節裡有其他好看的活動 但喝酒和吃飯 我的經歷很不好 又貴又假的 而主辦啤酒節的團隊則表示 海文娜是利用德國籍身份在散布不實言論 她說的內容都沒有事實依據 而勞山區文化和旅遊局辦公室則表示 已經注意到此事 正在進行處理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秦剛倒臺 王毅被策反 習皇帝寶座動搖 習出席大運會開幕 要求官窗拉長簾 室內近易於無線電和遙控器 北京國際地位慘跌 遭24國裁臉 消失跟外域無關 財經網美 秦剛是習舔狗 風頭過了還有前程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抬頂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